要一首 你记住对我的心意 我心渴望荣耀如你 圣洁如你 谢谢 祈祷 耶稣 我全属于你 好不好 开口来导 让神的灵害充满 让神来祝你 今天来向我们显示 我们需要真实的经历 开口来导致你 在创满你的声音 我心渴望荣耀如你 哈利利亚 圣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 使之家上救赎的工作 就是要恢复我们一生 那最美好的关系 所以你不断的让我们要来 经历到你的真实 好使我们能够以你更亲密 以你更加的和为一 更加明白 更加明白 付完你的心意 更加能够活在你美好的计划 不偏左偏右 因为当世人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人就是偏行挤怒 人因此就好像被蒙蔽 没有办法知道你认识你 甚至是常常活在不必要的软弱 甚至活在罪的恐怕 无法完全的释放自由 所以我们感谢耶稣 你的降临 你的救赎 感谢圣灵你的领导 让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 或者还没有的 就继续能够经历你 能够知道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天早晨 今天这位神不是你去寻找他 寻找到的 这位神也不是因为你怎样 而能够转化的 是因为他先主动来到这世界 是上帝 当亚当向犯罪那天 是上帝揭露 问亚当你在哪里 然后告诉他们 他们做错的事 给他们一条出路 披上上帝给他们的外旁 使他们不在这罪恶里面 没有出路 以至他们能够 继续的生养众多 所以今天同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祂要亲自触动你 祂亲自来介入在你的人生 但是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们 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们 在今天 在今天你就是敞开你的心 像当年使徒们一样 他们是极其软弱 他们极其的逃离 当耶稣被捉拿 他们很胆怯 没有信心 甚至 否认耶稣 但是圣灵充满那一天 他们经历了神的真实 他们从此不再一样了 这时候你敞开你的心 跟着我这样说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是你卷选我 永远没有放弃我 感谢你在今天造成 你来亲自介入在我的生命 亲爱的主圣灵 谢谢你 你当年怎样的充满着这些门徒 他们这样的被你充满 他们这样的被你充满 这样的经历你的真实 他们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我也渴慕生命不再一样 我也渴慕生命不再一样 我也渴慕的人生可以不再一样 我需要你圣灵 你来充满我 让我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 跟随主 爱慕我的主 顺服你 因为我靠自己做不到 我承认我冷淡倒退 我承认我可能是一个宗教徒 我承认我一世话来到聚会 我承认我不够渴慕你 所以我每一天只能过自己要的生活 我没有渴慕来清静你 我没有渴慕去成就你的心意的事 主啊 请你赦免我 请你怜悯我 所有属灵的蒙蔽 所有的刚义 所有的自我 所有的骄傲 所有的体贴自己的私欲 不明白你 没有能力 父啊 孩子愿意谦卑 在你面前 愿意悔改过来 圣灵啊 在今天早晨 大大充满我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开口放眼祷告 每个人开身放眼祷告 而且还没有圣灵充满说放眼的 这时候你平心心开口放眼祷告 圣灵就要充满你 圣灵要充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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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口放眼祷告 闭上你眼睛 闭上眼睛 当你好好方言祷告 圣灵要充满 充满 开口祷告 圣灵要充满 圣灵超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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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口 拍口 生命更多 生命更多充满 生命更多充满你 充满你 让你刚强起来 让你复兴起来 因为谁要充满你 谁要来装备你 谁要让你兴起 谁要让你突破 生命不要再一样 生命不要再一样 生命充满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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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意志 带来突破 带来真弦 带来捷径 带来充满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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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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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我能够见证耶稣 以致我能够容神一人的服侍 我把自己再次交给你 在整个的聚会 借着你的话语 借着圣灵你亲自的高谋的话语 让我晓得真理 真理让我得自由 真理的圣灵恩告在我里面 让我听懂你的话 让我专心的领受 任何骄扰的谎言 任何骄扰的情绪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统统离开我 我的灵渴慕你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不好 寡荣那掌声归给他 大家可以请坐下 来一起说我需要圣灵不断的充满和更新 我需要圣灵不断的充满和更新 如果你今天 每一天早起来你觉得都很 不舒服的 或者是有觉得很疲惫 要去做工读书 或者一整天 可能你觉得提不起劲 心里面觉得 没有那种热情 在你所做的事情 或者是来到神的教会之前 你觉得你提不起劲 然后甚至你在晚上睡觉之前也不想到 各一天我就来聚会 我提不起劲 没有那种渴慕的心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需要更新了 一起说我需要更新了 就好比每一天你忙碌在一整天在外头 你会流汗 有没有 你会可能当到那些灰尘 或者真的是病菌 叫你回到家你要做什么 你就睡大觉啊 贵人说 不要叫我睡觉 椅子都不敢坐 床都不敢躺 对不对 你会怎样 快点冲凉 然后贵人会说剪短发 其中一个就是他方便一起就干净了 吹一下 不用吹自己自然干 方便 对不对 来一起说 人都需要处理干净 这样你的灵人呢 你懂吗当你的灵人不干净 当你的灵人已经污秽 我们的肉体可以用水 用 Body shampoo 可以用洗碾霜 但是你的灵人需要什么 一起说耶稣牌洗碾霜 圣灵牌洗碾霜 没有人可以洗净你的内心 因为你藏住 你可能来聚会你心里面想着其他的事情 你没有想着要来渴慕这位神 当然神不定你的罪 但是你的灵人 是掌管你的灵人 是掌管你的肉体的 你的灵人是掌管你的思想的 这世界都在教导你 你的肉体要怎么过日子 这世界在教导你 你的外在要怎么打扮 对不对 这世界有很多的 产品是让你 你头发卷眉一点 有没有 头发梳多一点 放一点香喷喷的香味 有没有 但是你的灵人 你有没有放Body shampoo在里面 你有没有放这个perfume在里面 你有没有放需要的在里面 当然最大的来源 能够满足你的心 让你的心灵越来越 得胜 刚强 自由 喜乐 平安 需要什么 一起说圣灵的充满 没有很复杂的 你不用买Body shampoo 你不要买perfume 你不用买任何东西来 洗净你的灵人 你只要渴慕神 一起说渴慕我的神 他就能够 在你内心深处 带来一个完全的一致 哈雷尔雅 带来完全的自由 带来完全的释放 然后你觉得你不再惧怕了 你觉得你不再有种忧虑 然后你会觉得很喜乐 做任何事情 人家看到你觉得你什么 跟你说你会变得开心我 你会变得开心我 跟他说你不要做苦瓜脸 你不要做苦瓜脸 你做什么人家觉得你很积极 好老板说来你做广工 对不对 在班上读书的 学校老师看到 你怎么这样积极的好你做班长 你懂耶稣为什么很快被提升吗 因为他有不一样的灵 他一样是奴隶 一样是做奴隶在这个埃及 被卖到埃及也是奴隶 但是他是奴隶中不一样的灵人的生命 因为他有神的同在 最终这些的军 这些的官这些的军王 都能够辨识到他身上 有不一样的生命 发自于神的生命 也就是说有神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所以神的儿女们应该在你的家庭职场 在神的肢体当中 或者在不信主人当中 你应该是最杰出的那一个 你应该是最殷勤的那一个 你应该是那个最热心的那一个 当你听到任何需要在你的左邻右舍 或者家人 或者在职场 或者学校 你应该是第1个冲前期 像刚才牧师上厕所回来 我本来坐回来 不然间圣灵跟我说去房间 我就去找那个Auntie 我以为 我以为他是那个Croy 原来不是Croy 是Auntie来的 然后进去 我没有什么看见 注意他 不论是谁来的 我说你的孩子还是什么 今天没有读书 他的孙 就来 我说你可以带他来星期六的主日学 OK 然后呢我就说什么 没关系 他说可能拜六他没有办法带 他有忙碌 我说好 等下你告诉Auntie 然后呢 我们会安排看 车可以去载你的这个孙子 你看他吗 这叫做什么 以圣灵同工 来去说以圣灵同工 圣灵同工 现在地圣经有告诉你 当你的灵清新 当你的灵是圣洁的 在神里面更新的 有神话以为养他 宝宝的一起说强壮的 勇敢的 积极的 积极的 你就会敏锐 在服事当中 Amen 圣灵恩高你们 谢谢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 醒悟的灵 因为什么 这个是 邪恶的世代 你自己要得胜 你还要帮助别人得胜 你还会帮助别人成长 你要影响更多 没有信主人来归向主 所以你是不是需要 要灵人刚强 对不对 所以感谢主 昨天我们说 今天本来有读书 我们的大学生 感谢主 今天你们来聚会 给他们掌声 因为昨晚一讲 今天是假期 奉耶稣明祝福我们 这些的 苏丹 还有这些球队 就是每个 都是常常赢 所以礼拜天 大家都不用读书 哈雷雷 因为会有人跟我讲 哇很多次了是不是 哈雷雷 是好了 所以以后礼拜天 等一下留下来圣门徒课 要不要 因为等一下今天教的是传福音 对你 这是你们没有上过的 蒙福教会没有的 OK 感谢主 哈雷雷雷 我昨晚就想可能你们会来的 真的来了 好 一起说我们要真实经历神 我们看今天的信息 有 好我们感谢神因为在我们的今年的一言 一言性的话语呢 来一起说我们要荣耀神 第2个是什么 我们要怎样做好管家 一起说做中心良善好管家 第3个是什么 我们要伟生侍奉神 Amen 伟生侍奉神 所以今天来聚会是总侍奉神 还有呢第4个 我要神的爱一起说我要爱神爱人爱自己 所以问你个别的 你爱我吗 还是害我 要爱人不管他多不可爱 所以跟他说 就算你不可爱我还是爱你的 好不好我们跟我们这个黄色衣服姐妹 忘记你什么名了 Lidia 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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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说对 那些很久没有来的 看一个别人很久没有看到他说我爱你 我们欢迎来自蒙福教会的 这个 高伟红 传道人的子女是吗 我们欢迎你 我忘记你的名字了 再次讲你的名字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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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你 还有回来两位弟兄 什么名了 Galvin Peter Peter 我们爱你 David 很多圣经人物很怕 一个Peter 一个David 感谢主 好 我们回来 来一起说我们要 经历见证主 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主题 好 坦白说过去我们 哎呀还没有啦 是位 Hallelujah 恩告你 圣灵充满你 OK 过去呢我们呢其实 可能都知道经历神的重要 如果牧师没有经历神 我没有办法复活了 灵人没有复活 我不可能来跟随耶稣 第一个阶段 也不可能会去教会 也不可能会 渴慕神 然后愿意被装备 然后最终 可以向侍奉神 包括在 完全的全时间 然后成为神使用的一个 仆人 一个的管道 所以 我们就是因为经历神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没有经历神 你今天呢不大渴慕来聚会 或者冷淡 等下会讲更多 如果你没有经历神的美好呢 真实呢 你会觉得很枯干 这样的生命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经历神 意思说我要不停止真实经历神 经历神是一个很 贴切的东西 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看 来一起读 我从前分文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耶博在面临 一个的大灾难 忽然间 儿女死完了 动物死完了 破产的意识 全身长满 毒仓 是一个极苦的一个日子 是一个 好像一个的大灾难 临到他 在这样的光景的一个耶博 他没有放弃神 一起说永远不可放弃神 他可以觉得自己很卑贱 觉得自己很不好 上帝啊让我快快就死了 算了啦 我好痛苦啊 他可以这样的可能埋怨自己 或者是很生气自己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对不对 但是你记得 但你觉得最不能够 最软弱 最苦的时候呢 你仍然说耶稣啊 救我 可以吗 我想要告诉你 耶博他就是这样 虽然他好苦 他无奈 我又没有犯什么罪 我是义人 我是完全人 为什么上帝啊 你允许这样的事情 临到我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撒旦 告诉上帝说 因为你祝福你的孩子 所以呢 他这样的丰盛 他这样的成为圣人 义人 但是你看啊 如果今天你让灾难临到他 你看他会不会否认你 你看他会不会变成一个过名基督徒 成为一个爱世界基督徒 成为一个败坏的基督徒 或者成为一个不再侍奉你爱你 跟随你的儿女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很多时候 世界恶者 会一直的要来欺骗你 影响你 让你同样 不能够真正 伪身 与跟随主 你只是可能来聚会 但是你不可慕这位神 你可能有很多自己的理由借口 所以耽搁你来教会的时间 不能够准时来 不能用渴慕的心 去做好该做的工作 不能够带这个正确的心态 去读好你要读的书 往往我们人生就好像很混乱 因为我们好像身不由己 想做好做不到 不好的偏偏做 对不对 如果你想一下很多东西 重蹈覆辙重蹈覆辙 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经历到神 所以感谢神 耶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来一起说我们需要真正经历神 耶伯在这样的苦楚当中 原来上帝有个美意 要让他亲眼看见神 所以最终耶伯他得到的祝福 比先前多的又多 儿女比之前多 产业比之前多 而且上帝给他的年税 增加了 哈利路亚 他没有因此这样的死亡 他没有因此这样的消极 永远的跌倒 或者永远的迷失 永远的离弃神 因为最终神会让一个 厌意的等候他信靠他的人 仍然能够成为见证人 一起说我要成为见证人 所以你一定要这种渴望 耶伯他说什么 我从前分文有神 因为他实在不认识神 今天不管你信主多少年 三年 十年 二十年 甚至你信主几十年 我们都不可以停止经历神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很渺小 一起说我在神面前是很渺小的 所以我们才会谦卑要渴慕来聚会 对不对 因为我靠自己在这世界奋斗 容易吗 觉得容易的举手 感谢主 跟你可不可以说 我们都是人 你很知道 如果你觉得很容易 我告诉你 你可能没有真正在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看到 连这么一人 完全人 他都会面临这样大的灾难来 他又没有做错事 做错事是应当的啦 有时候 因为有做错罚一下才会改变 但是一个没有做错事的人 他就面临灾难 这有神的美意 同样在你的生命 如果你没有做错事 忽然间有一些事情发生 你要感谢神 一起说 是我经历神的机会 真的 耶伯他经历了神 所以最后 他不再只是听 知道和知识 所以今天神 不要你只是听 听了要行 一起说听了要行 知道了还不够 一起说知道了要去行动 有知识 读了很多圣经 读了很多神学课 就像那天有人说要读这个读那个学那个 我说你学了这么多你有去用吗 我告诉你 有一个责任你要交账 好管家 今天你会什么 你懂什么 无论在才干 知识 神的话 你学会什么 你都要用出来 你还记得圣经说 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的 一千两他不用埋葬起来 他说因为我是小学生 没有很懂很多 把他体 把他白化 所以他就认为自己都不大会 就整天埋葬住 主人来了 他没办法交账 他就怎样被责备 又恶又懒的仆人出去 然后呢圣经说什么 那个本来 赚起了五千的 赚起两千的 他说什么呢 那些不愿意的 他们不愿意做好管家的 神把那个 忠心的良善的 提升起来 怎样呢 把那个不要的人 把他的恩赐 把他的才干 把他的祝福 全部给了愿意的人 所以那个本来 如果那个本来可能是一千两的 或者就一百两的 但是他愿意 回应神 意思说回应神很重要 他愿意 负起责任 把自己有的 忠心的用出来 给人 造就神的国度 荣神义人的服事 无论在任何岗位 神就加给他多一千两 他再用出来两千两 神再加给他一千两 他用三千两 你懂吗 是这样倍征的 如果在小小事情 你都不忠心 如果在小小的时间 你都不管你 在小小的金钱 你都不管你 我告诉你 你仍然是不会在金钱和时间 突破的 所以你不要怪上帝 或者怪任何人环境 或者国家的政策 也不可以怪任何环境 为什么 因为是你在小事情上 没有愿意忠心于神的 教导 你一定要改变的 因为 上帝不会单单他做事 现在是神要我们做事 所以耶伯在面临苦难的时候 你看上帝都没有立刻 帮他除去苦难 因为上帝在教他一个功课 就是你要亲眼认识我 你要真实的来经历我 不然你永远以为 我是只是 这样的神 我让你知道我是这么伟大的神 所以为什么当大卫 他面临哥利亚的时候 他勇敢的去 征战 上帝没有为他去征战 是他说 我要征战 上帝就恩高他 让他用食指把哥利亚给打败 你认为可以吗 照自然界是不可人的 但是大卫必须自己拿起手中的食指 向着那个巨人 把他丢出去 这叫做我们有责任 阿们 你说我有责任的 上帝已经教你什么 神让你经历了任何的一些破碎的事 管教的事 你不可以再重蹈覆辙了 上回牧师说什么 有一个人得了艾滋病 找了牧师祷告得医治 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印度主的牧师 然后呢 他又来了 又回来 帮我祷告 我又得艾滋病了 为什么 在 关系上乱乱来 淫乱 就一直种这个病 然后上帝告诉这个神的仆人 不要跟他祷告了 哇好可怕 来一起说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 不能说哎呀就是这样 我们的处事为人也是一样 不能把人当理所当然 不要把神当理所当然 所以多少年的基督徒 三年以上基督徒 你还是一样冷冷淡淡的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好听这场道 你要重新恢复 一起说我可以重新恢复 所以约伯他重新的知道神 今天我们需要不叫只封闻有你 好不好跟你们说不要再封闻只是有神 你要真实经历神 跟你哥别说你要真实经历神 注意听如果你哥不要睡觉 他一下这样 你知道魔鬼或者你的肉体少不喜欢你听到的 因为当你晓得真理你就得智有得祝福啊 知道吗 如果看他眼神怪怪的 你就跟他啪一下 你的这个恩高的手打一下 铁砂掌打一下 可以吗 注意一下你各种任务边的 因为现在你戴着口罩 我们很难辨识你 到底开心不开心 但是从你眼睛可以知道 你在睡觉什么也睡觉 感谢主 不然大家眼睛都遮起来不懂怎么办 来一起说神要人真实 经历他 阿们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 旧约呢神接着君王 接着先知 接着这些的祭司来向人说话 来来指教有没有 虽然人不能够直接跟神 但是神在当中会介入 在一些很个人的人身上 来一起说神是很个人的神 懂吗 你看上帝可以介入在亚伯拉罕 大家知道 出来出来出来 不要在那拜偶像的地方 出来出来出来 一起说出来出来 出来 你因为那边是污秽的 那些是败坏的 是 谎言那个 魔鬼的世界 出来 感谢主 你有没有出来 你看 上帝让亚伯拉罕知道 我是你的神 我创造你 然后呢 让他成为多国之父 多么恩宠 对不对 一个本来拜偶像的人 一个本来拜坏的 不认识神的人 就要像我们 有没有 所以克里面说 你要很爱神 如果不是神 你以为你会坐在这边吗 文里格比德 你会在哪里 不敢讲 不敢想 摩西 摩西40年在旷野 很平凡了的 没有认识他了的 本来是王子 变成什么 牧羊人 但是呢神介入 神让他知道摩西 出来 又来出来了 摩西就被神使用 有没有 带领出埃及这个神迹起事 然后耶瑟也是一样 耶瑟呢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很天真无邪啦 从神来的异梦 他就讲讲讲讲讲 讲到哥哥都 哥哥都不舒服 妒忌生气 然后看到爸爸也很宠爱他 最后呢惹上了一个的问题 就是让哥哥们最后狠下心 不管亲情 把他卖到埃及去 好可怜啊 埃及说有问题不要怕 耶瑟他太过天真 太过快讲话 跟你们说不要乱讲话啦 懂吗 有时候你太爱讲 讲出一个灾难来 讲到人家妒忌 讲到人家生气 讲到人家讨厌你 最后你就糟糕了 对不对 所以耶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一起说仍然有神的保护 神就让他经历神 为什么他经历神的时候 他在这个的埃及受苦 他能够得胜 当那个死女人 他那个坏女人 找他 来呀来呀 有没有 他讲什么 哇 衣服给他撕了 就冲啊冲啊 一起说要逃离这些问题 注意听 当有诱惑来你要逃离的 你不是讲啊没关系啦 上帝啊 谢谢你啦 因为太有空了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告诉你 电话就 闪掉了 最好是这样 我跟你讲电话 闪的 当我还没讲这堂道之前 昨天我讲 我前天 我一个 我前天在处理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就是前天 然后呢 告诉你 忽然间 我手不懂怎么不听话 还是这个电话 我用这个笔 这个笔的时候呢 有时候这个笔太敏感 应该是太敏感 我会无意中 咚到一个东西 然后不见了 然后就这样的 找不回了 不见了 一起说不见了 不见了怎么办 哎呦啊 从头到尾 那个要分享的不见了 然后已经是在前天星期五晚上了 你觉得我有怎么办 来说 感谢我们有圣灵 牧师的记忆力是不可以用的 因为从小到大在读书的时候 我 记忆的科目 这些华语的东西我都是fail的 因为我讨厌记 我们的难记 头脑记不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记手 感谢主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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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起说我们有圣灵就能够记得 哈利利亚 真的 我告诉你这个是个神机 上帝让我经历道歉 有没有 所以我就说圣灵啊 救我 圣灵啊 你是无所不知 我忘记的 或者是 Lilat的电话也忘记了 找不回 没有record 没有 没有任何backup 没有 我是来unclebackup 没有backup 自然的backup 都没有的 人的有限的时候呢 神就可以行神机 来一起说有问题是神行神机的机会 你看到吗 所以就祷告圣灵 我不知道怎样了 现在 再来多一次吧 你给我的信息 再来多一次吧 我就这样拿起笔 我告诉你真的是一字不动的 突然间我里面好像那个的 投影片 好像旁边 我就写 通 我就写 通 我就写 通 我就找这个经文 通 找那个经文 就这样的完成了 这样的信息 好不好 我们给圣灵最大的掌声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你不要说我老了 我记忆力不好 感谢主圣灵没有老 圣灵没有退化 圣灵不会因为你年纪 因为你的能力有限 他就成为痴胎症 圣灵不会有健忘症 圣灵不会遗忘 圣灵无所不知他是神 所以你越年长 你要越依靠神 你要更多亲近神 你就是他的灵里面 带出的那种 聪明智慧 记忆 阿们 所以你会发觉什么 你越年长越聪明 像桂莲 对不对 像这些年长弟兄姐妹 好不好 克林会说你会越来越聪明的 大卫也是一样 大卫也是一样 他就是这样的经历神 所以他很大胆打败生命的寄人 打败看得见的寄人 阿们 在新耶 我们回来下面 来一起说 耶稣道成肉身 一起同心来读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再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来一起说我们经历救恩的作为 你有没有经历过救恩的祝福 至少第一件事情 救恩你的赦罪的平安 以前可能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 我们很容易定自己的罪 做错事 哎呀 我没有用 我没有用 或者定别人罪 啊你这样 这样啊 这样啊 很难言让人 这叫做赦罪里面的 自由和平安 所以当你经历这样的赦罪的平安 你发现呢 有人得罪你 你不容易再像以前一样 就是放不下 对不对 所以古丁哥别人 你要放得下啦 你会觉得自己心胸比较大了 有的话举手 就算你不要容易言量人的举手 举手 你不要容易言量自己的举手 那天我们有个姐妹说 一次没有参加不要紧的 注意听啊 不要把神的赦罪拿来成为 犯错 懒惰的借口 我再讲一次哈 神言量我 当然啦 牧师爷说当然啦我干嘛恨你关我什么事 但是你亏损 比如 耶稣刚好来了那一天 他的降临来了 第二次再来刚好要来了 然后呢 大家都在聚会 你在家里躺在那边睡觉 吃零食 或者是什么 躺在那边可能看戏 耶稣来了 然后全部教会的人都被提 全部在空中 很开心 你呢 画幻间电视机出现 哇 耶稣降临了 怎么我还在这里 啊 这叫做 来不及了 我在告诉一些人 你不要以为时间还很久 你不要以为耶稣没有来喔 不要以为你不会见耶稣喔 不要以为这世界很安稳喔 圣经说什么 耶稣来好像贼 没有通知你的 就像昨天真的是一场战争喔 当我在祷告预备信息的时候 楼上装修 这是整个 整个的这个工艺的装修 在我楼上 敲啊敲啊 我啊我啊 敲啊敲啊 我啊我啊 哄耶稣的名 主啊让我听不见 真的很吵的 你看到吗 我哪知道他现在来装修 那天他打电话来 你怎么你没有收掉衣服 我哪知道你还来装修 你有没有通知我 你看到吗 突发的是会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 保持一个 一起说 谨慎自首 警醒祷告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去经历神的更新 不然你会以为没关系 一次犯错没关系 两次犯错没关系 哪里知道在你犯错的时候 耶稣来了 然后在你犯错的时候 你回家了 你觉得你会怎样 你会怕吗 哎呦 我惨了 我既然在犯罪当中 耶稣啊 我怎么办 我会不会得救 我会不会得奖赏 你会怕吗 所以保罗他说什么 我要功课 己身 教身服务 一起说不要给自己太多借口了 明白吗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 跟你说你要体贴圣灵就得胜了 当你的肉体告诉你很累啊 不想啊 圣灵你做主 圣经的真理做主 你就会得胜 来一起说感谢圣灵 感谢有神的话 你就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 圣灵降临 要主的一章八节肯定的 一起说我们需要经历圣灵 一章八节说什么 圣灵降临在 这些使徒们身上 他们得着能力 一起说圣灵让我得着能力 你看到吗 注意 圣灵让我们经历他 他的充满他的作为 他的目的注意听他的目的 不是让你过好日子 他目的不是让你很舒服很开心罢了 很自由 当然会圣灵充满很喜乐 但是最重要他让你得着能力 什么力 一起说威力 爆发力 能力 权力 所以你一定要怎样呢 你看得能力过后他说 你要开始行动耶路撒冷 由他前提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来一起说需要行动 需要出去 需要传福音 需要做见证 需要活出耶稣的生命 需要服侍人 不然你得能力来 你经历了神 你觉得会有怎样吗 没有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 你放心 圣灵他要充满每一个人 圣灵要每天充满你 圣灵要在聚会里面充满你 在祷告里面充满你 在小桌子充满你 只要你跟神接近那天 他就是充满你 神就说你在驾车车 你渴慕着神 清拜神 祷告神 圣灵都可以充满你 为什么 不是让你自己得益处 是让你有能力去 成为别人 耶稣的见证人 阿们 所以神让我们经历他在新耶 我们看到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 从一个卑微 不可能见证 耶稣的生命 因为我们讲话都不会 做人都不会 然后呢 胆怯 对不对 我们不敢接近陌生人 我们不敢 脸皮厚厚跟他 传福音讲见证 但是圣灵来了 你就可以勇敢 突破有信心 然后开始的 成为见证人 注意听 如果现在 你没有活出一个 愿意可慕 成为别人的祝福 造就人 成为耶稣见证人去服事人的人 可能你已经很久没有圣灵充满 或者你需要被充满 你可能都忙着工作 忙着自己要的一切 或者可能忙着侍奉 但是你里面 没有得着能力 我要见证耶稣 我要在朋友家人当中 把握机会见证耶稣 我的邻居我每次走过说 奉耶稣的名归向耶稣 所以偶像拆毁他 奉耶稣的名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热行 当你每一天一出去读书 做工也好 做人也好 你在任何事情上 你一想到这个人还没有圣耶稣 我要为他祷告了 我要跟他传播音 我要跟他做见证 我经历过什么我就跟他讲 如果没有这个热情 你可能需要再次经历神的 你需要再次 圣灵啊 我要得着你 所以刚才为你们祷告 也没有带领大家方言祷告 圣灵啊 充满充满充满 因为我看到一些人你来聚会 你没有热情的敬拜 你没有热情的渴慕要来教会 神不会定你的罪 牧师也不会定你的罪 但是什么 神怜悯你 一起说我需要神的怜悯 所以今天不是靠自己也不用定罪 你需要什么圣灵 我需要你 我要得着能力 因为我不能够做一个平凡的神儿女 我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 我要成神话语的见证人 我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好使你儿女子孙的要以你为荣了 对不对 因为你的生命是见证人 你的儿女子孙一定会走在上帝的心 因为你是他们最重要的影响 一起说我们要有榜样 所以圣灵的工作让第一代使徒们 真的非常非常 值得我们效果的榜样 11个人包括保罗 都是为主而传福音而死的 你看到吗 一个经历圣灵充满真实的一个生命 他不再为自己活 他不再为自己的生活梦想而活 他为着神给他的梦想 神给他的计划 神的话语的指示来活 来过日子 来成家立业 来做任何事情 这叫做 得着能力的见证 我还没有讲这边 得着能力的见证 阿们 所以跟他们说你要信其成为见证人 真的 这边很多人我觉得你真的需要 像牧师在1996年 我信主八年都没有 爱神 可慕神 这是不会去传福音的 我的邻居死我都无动于衷 我没有感觉我需要传福音给他 我眼睁睁看着我的邻居过世 那个孩子才21岁 我都无动于衷 我没有去 觉得好像亏欠他没有传福音给他 一点都没有 你看到吗 麻木到这样 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可能已经麻木到 无动于衷 世界不管我的事 邻居不管我的事 我家人没有信主不管他 他下定一下是他的事 不管我的事 哇好可怕了 然后呢 直到我被圣灵充满 我就开始会打电话 把整本我的笔记拿出来 然后打电话给每个同学 我确保我都打给他们 一次打不可以 再来第2次 第3次第4次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救恩的重要 我不可以再做自私的基督徒 当我经历圣灵的充满 像当年使徒们一样 他们被圣灵充满 不再否认耶稣 不再冷淡倒退 他们一心一意就是 要成为见证人 他们不一定是前时间或者兼职 保罗是智障盆 但是智障盆目的 让自己不缺乏不止 他要帮助神的国度 奉献给神的国度 让他有果效能够去传福音 能够去栽培人 建立神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原则 你无论活到多大 多小 或者做什么工作 读书 你要说神啊 让我好好这样的做 为了要见证你 为了要荣耀你 为了更多人知道你是谁 所以你一定很积极靠着神成长 靠着神突破 靠着神脱离卑贱的坏习惯 因为你没有目标成为主的见证人 你就随随便便 你会软乱散散 你甚至对神也没有这种渴望 因为你不知道原来神可以让你经历他 让你成为一个见证人 阿们 所以跟人说你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 你需要得着能力的没有别的方法 如果牧师没有得着能力经历神的真实 我不可能来爱主 因为我太爱自己多也爱神了 很多人爱自己爱过于神 很多人爱世界多过于神 很多人爱你的电话时间多过于给神时间 你改不了 跟你们说神知道 跟你们说神知道你改变不了 所以你要怎样 谁可以改变你 神 所以你就在神面前 主啊 主啊 像韩国人 主啊 主啊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的悲见坏习惯 疼懂于癌症 我大声讲 吓死你里面的不对的 昨天我们的Joanne老师说 牧师啊昨天有个孩子 因为他的家长是很多 带着很多佛牌来的 十个 我告诉你 然后呢这个孩子在楼上也好像带佛牌 他就搅扰 三个老师讲他骂他都不听 一直不听 我就告诉Joanne老师说 以后 小朋友 所有的 无论组长级 或者是各个的领袖 组织学老师 记得一件事情 一直说 不要跟人吵架 不是跟人打仗 当你知道有新人来 为什么会前祷告很重要 会前祷告奉耶稣的名保血洁净 阿们 当你看到孩子新人来 奉耶稣保血洁净今天 所有的孩子 所有身上的不洁净的 误会的邪灵的 奉耶稣的名捆绑退去 一直说我们有能力 就说有权柄港鬼 一直说有权柄港鬼 如果你没有赶走他在那边 搅扰搅扰 懂吗 包括你家里面 幻间吵吵闹闹闹的 你要奉耶稣的名捆绑吵架 背后的邪灵 退去 如果你不会你叫牧师来 喊死他 有时候跟一些人讲话 我知道他有问题的 我不是骂他 我是骂他里面那个不对的 因为魔鬼他总是很狡猾的 讲不听的 叛逆的 懂吗 玩梗的 然后呢整天就是 睡觉睡觉睡觉 跟你们说不要睡觉 你的灵要苏醒 你今天给我喊不苏醒 等一下你站在那边给我喊 出来我给你祷告啦 不是喊你啦 真的我觉得如果你 你谦卑说神啊 牧师啊我真的是最近很贪睡 贪吃 贪婪 我最近真的很乱卧 出来 你还要在那边继续乱卧很开心啊 真是的 你白来教会了 所以跟你说来教会就叫刚强起来了 对不对 不是来听听道很开心吗 你要灵里面恢复所以等下出来 牧师喊 喊 没有啦 祷告 对不对 像昨天有个弟兄我跟他祷告 我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你要这样 好 看到吗 如果不跟他讲不跟他祷告他就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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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们说不要咯咯咯咯咯 受不了这样咯咯的人 对不对 属灵咯咯很可怜的 咯咯咯咯 跟你说属灵不要蒙叉叉 然后跟他说不然你就叉叉叉 看下来 一个人需要经历神 意思说我需要经历神 我就不停止跟随走 跟我讲我不停止跟随走 我需要经历神 来跟我讲一次 我用祷告方式来带来 来跟我说亲爱的主耶稣 我需要你 亲爱的圣灵 我需要你 让我真实经历你 我要不停止跟随你 像彼得 我不停止渴慕你 像大卫 我不停止侍奉你 像保罗 我不停止传福音 像第一代门徒 我像这个的 但依你 能够荣耀你 下来 我要向摩西和保罗 能够回应你的呼召 神啊我要真实经历你 我要完成你的托付 像耶稣一样 像保罗一样 我不要冷淡倒退 我要心里火热 我不要失去其出的爱 我要爱的服事 圣灵充满我 更新我 我要真实经历你 我不要成为一个宗教徒 我不要成为一个仪式或基督徒 我要继续稳定成长成熟 而且说我要更像耶稣 我要更像耶稣 我要成为主的见证人 直到耶稣的再来 直到主你的再来 哈利利亚 感谢神 这边讲完了 我没有再讲了 你在祷告时候圣灵已经给你 阿们 下个 快吗 来句说我要知道怎样的经历神 OK 今天你要好好听 我告诉你 坐直一点 美联 坐直一点 不要像在看戏这样的样子 坐好来 再直一点 直一点对你的 腰骨神经是好的 你这样 这样 你看你的腰部就痛了 等一下 坐好来 叹叹叹 手放下来 不要做老板 严正你也是老板 这样比较谦卑 谦卑也要比较好 看一下还有谁 牧师今天要针对很细节的东西 不要睡觉啊 今天你很累啊 给他吃糖果 我刚才看他一直打个睡 很累 奉耶稣祝福你 能够有健康 能够有精神 奉耶稣的名 工作量不要太多 有铐铐帮你做 他太忙了 求神给你训练的恩 你做老板 你讲他们做就好 你别这样累 要提升吗 感谢主 好 今天的 信息真的是 圣灵给了 忘记了 我全部不见了 神让我重新写出来的 真的是要给大家的 阿们 第一个 来一起说 单纯和可慕的心清静神 要记下来哦 这个就是让你可以天天真实经历神 可以让你继续成长 可以让你不停止可慕 不停止成长 不停止走进上帝最丰盛最美好的一切 包括直到有一天在永恒里面 得着奖赏 得着冠冕 阿们 马可彬10章15节一起读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都不能进来 归联出来一下 来 我们这个70岁的小孩子来了 站这边 OK 好 小朋友是怎样的 表演一下 这叫做所赖的孩子 圣经讲的单纯的孩子是什么 阿联 来 起来 起来了 坐下来 站起来 小心 摇屁股 手举起来 趴下去 这样 起来 再蹲下去 再起来 再蹲下去 起来 你的骨头好了 阿们 有吗 OK 看到 小朋友他没有这边想太多 比如讲现在变成大人 中年人 青少年 坐下去 你看 看我一下 瞪我一下 然后可能会说什么 为什么要做 我喜欢站 对不对 这叫做 没有单纯 对不对 好 回去 谢谢 现在起来 大家站起来 你看 有一些人 复杂为什么叫我站 我脚很酸 摇屁股 我不叫摇手 叫摇屁股 摇屁股 手举起来 右手 右手 你看举的人 举高高 挥挥手 放下来 点点头 摇摇头 可以蹲一点吗 蹲一下 扎马步 站起来 眼睛看前面 眼睛扎实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手 两只手举起来 坐在一起 像贵人那样坐在一起 对 然后呢 头往下 往下 头往下 往下 头 头往下 身体不要往下 两只手举起来 游戏还是没有举 不够单纯 OK 然后呢 往后看 头 手抓住 对 往后 可能那个往多好就后 不要跌倒就好 手直一点 手直 封与说的名 所以手要直 所以头能够往后 好 可以了 坐下来 有没有比较舒服 你看到吗 当你单纯 你懂什么人可以承受神的国 小朋友 当然神的国 包括一切他的应许 包括他要借着你成就的 包括他在你身上成就的 都代表神的国 所以看到吗 他说若不像小孩 当时候有人阻止孩子来到耶稣面前 所以耶稣就提醒 不要阻止他们 来一起说我们要单纯 可慕 亲近神 注意听 从现在开始你带着可慕的心来教会聚会 你说神我可慕你 我要好好来聚会 神我可慕你 我要早点起来安排自己 准时来聚会 你一定改变的 所以跟你别说你不会再迟到了 真的 如果你说我可慕 我可慕来清净神 我可慕敬拜赞美 我可慕来装备 我可慕来学习祷告 你会参加会前祷告 意思说可慕的人会来参加祷告 你本来讲什么 这样的人他一直承受神的国 他本来只是一千两他变两千两 懂吗 今天你不需要跟别人比 跟你说我不用跟你比 如果你不可慕了 你不可慕这位神 你来服侍 你不可慕神 你来教会 你不可慕神 来祷告读经 我告诉你 一起说 白费你的时间 因为神不因为你来读经 祷告就给你什么 如果你的读经 祷告不是可慕他 你再服侍 如果不是说神我可慕你 所以要多走一里路 去探访床福音服侍 感谢神我们有很多弟兄们 愿意参与服侍 跟你会说 你很棒 但是我牧师 社会牧师要提醒 我们要服侍到有一天 一起说是得奖赏的 是被神纪念的 我们就要像单纯小孩 所以我们看下来 这些人都是非常的 渴慕神的 讲可以知道 大卫 他在被追杀 苦难中 患难中 他仍然在那边 敬拜神 他写出了美好的诗篇 他说什么 我可想我的神 我可想神的愿意 我可想回到神的殿中 能够敬拜神 但他在苦难中 他不是说神啊 请你救救我罢了 神啊请你为我开道路 神啊请你供应我 请你赐补我 没有 他最渴慕的在患难中 最苦难中 最切乏中 他说神啊我渴慕你 这叫做 蒙福的秘诀 一起说我要蒙福的秘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年轻人 你很想有一个美好的一切 没有错的 你很想有美好的计划 没有错的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当你懂得来 渴慕这个神 你得了什么 像下来第3个讲的 玛利亚上好福分 一起说渴慕神得上好福分 为什么 当你渴慕神 神跟你说 做这件事 不要做这件事 你就得胜了 你就蒙福了 对吗 当你亲近神 你会知道 做什么工 不要做什么工 当你亲近神 渴慕神 你会知道要在这边做工 在哪里做工 喜顺 明白吗 当我开始渴慕 神的心 亲近神 我开始知道我的人生要怎么走 我以前信了耶稣 我都没有渴慕神 去祷告 去聚会 没有的 我是被勉强的 我是因为 姑姑一直 这样我就气的 我没有心对耶稣 我只是有心应付我的姑姑 免得他生气 免得我去他的家 他不要煮饭给我吃 懂吗 因为怕他生气 不要让他生气 所以就敷衍敷衍一下 所以亲爱的弟兄 如果今天 你不是一个 主啊 我渴慕你 像玛利亚他选择 给大姐误会 给玛大误会的一个的危机 然后呢坐在那边 耶稣我要听你的话 玛大真的过后就埋怨这个妹妹 一个渴慕神的人 你会排除 所在借口 所在拦阻 所在试探 所在乱落 所在肉体的诗意说 我就是要来渴慕我的神 我就是要爱慕我的神 我就是要顺服他做该做的事 所以你一定会被神大大的赐福提醒 玛利亚因为他这样的单纯可慕神 他知道耶稣快上十字架 他 把握最好的机会 因为机会有时候会流失的 他把握最好的机会把真拿当 相告打破 交在耶稣身上 祝福上耶稣身上 献给耶稣 耶稣说真理人所做的以后都要经历 你看到吗 如果玛利亚没有把握机会 像玛大一样 忙忙碌碌 玛大也是爱耶稣 但是他却没有在忙的当中 渴慕耶稣 所以有时候你忙做工 忙读书 忙家务 忙睡觉 忙做这个 忙娱乐 你忘记了 耶稣的重要 然后有事情 耶稣救我 不要把耶稣当成只是救主 以及说耶稣是要成为我的爱人 神经说他是良人 我们是家偶 很多人会起舍 我要工作我不能来聚会 我加班我不能够来祷告会 这样你可以不会说我要来聚会 我不能加班 我要来聚会不是神 因为刚好不是我不可以没有服事 因为这是我跟神的尾声 我不能做加班老板对不起 没关系我少赚50块 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都舍弃神的 舍弃来聚会的 舍弃来服侍的 舍弃来跟随神的 舍弃来奉献的 然后呢 用在其他方面 我记得我们要改变这个文化 你看到我们信息里面会写 包括领袖 我真的是有时候觉得 领袖一定要做榜样 如果领袖自己都 牧师我没有空 我不能来聚会 但是没有正确原因 你可以安排的 曾经有个弟兄我说 当你打工的时候 你说你没有时间 这样你做老板 你现在没有时间呢 你跟我说你做老板 你会花时间好好来聚会 来祷告 但是都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不见的神 我们以为他不重要 他不在乎 我告诉你 玛利亚他把握机会 现在是我清醒神的时间 马大你骂我也没关系的 今天如果你说这个时间是我跟神业会时间 来聚会时间 来祷告的时间 服事的时间 个人亲近神的时间 做工的时间 读书的时间 你立下好的正确心态 就算多一个人要出现来诱惑你 盲这个盲恶 你说No 因为这是我跟神的时间 这是我服事的时间 这是我读书的时间 这是我做工的时间 这是我跟家人的时间 你要这样 来祇说我们做时间好管家 但是记住不要把神的放在 其次 我觉得你要把神放第一位 像韩国的基督徒 他们在国外做生意 来到星期天 飞回自己的国家 回到自己的属灵的家 当然今天我们要告诉在蒙福教会的年轻人 礼拜天你们坐飞机回去 撒老夜蒙福教会聚会 除非你们是很有钱 感谢主 要不要 要不要有这样的梦想 要不要这样的一个恩宠 我告诉你生意人他们有资金 而且他们非常重视 因为这是我神属灵的家 来一起说我们要把神放守卫 神知道你爱他 神知道你坚持要跟随他 他一定会让你作所不作为 上好的福分 因为你渴慕 注意 不要因为你是牧者领袖 不要因为你是组长 你说我要来聚会 你要来祷告会 这个是很次等的观念 这个是很没有 积极的观念 没有正确的 你说神啊 因为我爱你 不是因为我做了牧师 不是因为我做了同工 不是因为我做领袖 我就是要爱你 所以我们很渴望这样的人兴起 他自动自发要来追求神 他自动自发要来追求 更多被装备 这种人很容易被神用的 他很容易被提升在各行各业的 他不用每次人家讲的 他不用人家交代的 他会重视每一个神家生命的计划 甚至他会把最好的给神 门徒们也像他们被圣灵充满了 他们单纯渴慕最后被圣灵充满 撒盖一起说 渴慕神的生命可以不一样 也一起说 爱慕神的话很重要 一起说神的话就是神 一起说爱神要爱神的话 诗篇一篇二节说什么 爱神的话也得 昼夜思想 他像一棵树在那里 洗水盘 按时候 结果子 哈雷雷 看到吗 所以一起说我负责渴慕神 神负责让我成长 看到吗 我负责渴慕神 神负责赐福我 所以你自己要理清一下 如果你的忙碌已经夺走你跟神最美好的时间 无论是来教会的 祷告会的 小组的 个人亲近神的 已经让你可以起舍你跟神关系建立的时间 你要小心 跟他们说你要小心 懂吗 尤其牧养事工 拜五没有来考试 昨天还没考试 今天就要考试 没有的选择 昨天晚上我逼两个弟兄 本来有个弟兄说 牧师我今天怎么 今天晚上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多给人家借口 我也给自己借口 没关系 养大变成一个懒懒散散的一个领袖 借口多多的领袖怎么办 这样后代怎么办 他所带领的人怎么办 他所教导人怎么办 他将来这些领袖怎么办 所以牧师很期待已经做领袖的 你不能再做一个 很多借口多多的 跟你们说把借口丢进垃圾桶 真的 对不对 他有些人讲 我不知道考试 你不知道考试 你不知道就教会了 做领袖 我们真的是要骂醒这些人 当然是爱心 一起说爱心做责备话 不可以这样的 不要把神的事当地算单单 对不对 你已经长大了 阿们 来第2个 一起说我要信心祷告 记住哈 第1个是什么 可慕神的心 亲近神 可慕神的心 来追求属灵的事 要恢复 阿们 第2个 我的祷告很重要 好 你要怎样经历祷告里面的 神的作为 真实的 西班牙书11章 6节说什么 人非有信不能 得神的喜业 一起说我的信心很重要 第1个你要保守你的信心 然后呢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来跟他说你相信神供应你 你祷告 他就供应你 没办法讲什么 就说你相信这是神的应许 神啊你要我老健康 我一定可以健康 早前牧师讲见证对不对 一个多礼拜前牧师 旧病复发 然后呢凭信心 主啊 奉耶稣的名 充满医治难力 教官 得医治 阿们 然后已经 好了七七八八 剩下一点点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当有问题来你不要立刻找医生 当然 痛到不得了快点找医生 除非 真的神机你按手祷告 加上一次牧师首歌到有没有 我真的是没有管他的我我就很单纯保住 凤月孙乐明等一下跟我停血哈 凤月孙乐明挡住他不要流血了哈 凤月孙乐明不要流血了哈这样了哈 然后呢一边绑住的时候还在吃那个kivi 留住血就是kivi 因为kivi切了浪费不要吃 又很好吃 贪吃 然后呢回到我房间的时候 打开一下 哎呦 还是满满的血 哎呦我很美的血没有了 痛啊 然后呢 主啊我忍不可忍啊你没有抑制我吗 现在我就要找救兵了咯 我就打电话 你在哪里刚刚走不久跟银贝 他们就回来 救火车就来了 救火车就上车 就来把牧师带去那个小小的clin 然后就包扎看到吗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记得 神还是要你学习有信心祷告的 一起说先有信心祷告 然后才看神的带领 对不对 我已经信心祷告了吗 神说什么你去看医生 为什么 缝一下吗很丑吗 对不对流血 就好了 阿们 所以一起说神会带领我们 所以耶利米书33章3节来一起读 这经节非常好的 你要把它记下来 你求我 我就引运你 并将你不知道又大人的事指示我 这个来祷告 你可以这样讲来一起说 亲爱的天父 我要求靠你 我有这样的事情 我有这样的需要 我相信 你会隐喻我 你将我所不知道 有大有难的事 指示我吧 我感谢你 懂吗 你拿神的话来祷告 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方法 信心的祷告 神你的话也说的 因你说的变伤我得一致 所以现在我领受你一致我感谢你 来一起说感谢神就是信心的祷告 懂吗 信心祷告不是苦苦哀求的 神让我们相信你 你会医治 你会拯救 你会救赎我的全家人归向你 因为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我感谢你 你要这样的 谢神的祷告 信心的祷告 为什么 马可福音11章23节 耶稣说的 来一起说 耶稣说的很重要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耶稣每次讲我实在 就是什么 跟你们说就是实在 这是很确定 很肯定 很重要 他说什么 无论何人 对这座山 叫他挪开投在海里 若他心里不疑惑 他信所说的必成就给他成 所以我告诉你们 无论 凡你们得 祷告祈求是什么 无论是什么 来主要一句宣告 只要信得着救就觉得着 我告诉你怎么操念 好 你现在想一件问题在你生命 现在想啊 我照你们操念 想一个你觉得是不可能的 一座山 你会移山吗 不可能对不对 人里没有办法移山的 你想一件事情闭上眼睛 你想一件事情 在你的生命里面 不可能的事 困难的事 挑战的事 闭上眼睛 鬼灵 闭上眼睛 想一件你觉得很困难的 你一直的有 男主的 可能是你的生命的软弱 可能是坏习惯 可能是你的钱财的问题 可能人际关系 可能你家人的救恩 你觉得很难要带他信耶稣 或者恶你的问题 很难的 好 一件事情就好 好 现在你跟我讲 亲爱的天父 主耶稣基督 你的话语说的 我无论祷告 起诉是什么 合你的心意的 我只要信得着就得着 我现在把我这个的需要 像一座山 带到你面前 我相信 你要为我挪着座山 你要为我成就 这件事情 我现在 平信心的宣告 你赐福我了 你成就了 你释放我了 这件事情 你为我解决了 我相信 因为我祷告祈求 我信得着就得着 我相信 你为我成就了 我奉耶稣明宣告 这个的困境 像这座山一样 都要被挪开 我心里不疑惑 这个问题 都可以得胜 这个问题 得胜了 荣耀你 我要成为你的见证人 我要见证在家人当中 我见证人在朋友当中 感谢你 成就这一切 我谢谢你 我凭信心领受 我凭信心领受 好现在闭上眼睛 用你的心 现在去看那个问题成就了 看到那个事情成就了 看到那个人都不一样了 看到你现在所需要的那个得胜了 解决了 你用心灵眼睛去看 心灵里面 信心眼睛去看 信心的宝告也必须在你灵里面去领受 谢谢你我得一支了 谢谢你我刚强的 谢谢你你让我祝福了 谢谢你这个人得救了 谢谢你让我这方面突破了 谢谢你供应我了 谢谢你让我不再一样了 谢谢你 谢谢你在灵里面 去看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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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信心的祷告 明白吗 所以你不要 傻傻承受不必要的 那个所谓的问题 然后一直忧伤 一直的 难过 一直的压力种种 懂吗 很多人不懂得这样的祷告很可惜 所以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信心祷告 你从今天开始你会经历很多的神迹 你会经历不可能 变为可能 要不要 你不要做一个好像 整天只是劳苦 忠心做事但是没有一个突破 阿们 哈利利亚 好第3个我们来看 来一起说单纯可慕的亲近神 追求属灵的事 记住啊第1个 第2个 信心的祷告 好第3个来一起说 信心行出神的话 这些都是圣灵给的一个秘诀 因为他要让你经历他 感谢主 雅各书一章22节一起来读 只是你们要行到 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到而不行到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25节一起读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辈 使人自由自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好 我们看完经文先下来 来一起说信心没有行动是使的 格林多后书一章20节说一起读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实在原文做什么 阿们 叫神应我们得荣耀 好注意听啊看上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起说 信 神的话很重要 雅各苏说 当我们要 我们要行到 所以你需要听 一起说听到很重要 来教会听到很重要 天天灵修听到很重要 所以牧师为什么怎么累怎么忙都要把灵修给你们 有没有 你们好好用 因为现在的灵修非常好 会让你知道怎样做一个基督徒 因为都是讲到书信 都比较容易明白 所以真的要好好顶受 好好去领受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什么 雅各说什么 如果今天你没有注意听 你就没有办法去 行 他说什么 你就好像自己骗自己 一起说不要自己骗自己 所以原来今天为什么讲骗自己 就好像你知道 但是你没有去做 有没有 知道却不去改 知道却不去爱 知道却不去付出 叫做什么 浪费 等你了像你 你看镜子 头发乱也不梳 牙齿黄也不梳啊 有没有 眼镜眼屎也不擦 叫做什么 白看镜子 所以呢 看回神经本来面目 看见走后忘了 他的相貌 所以注意听 他叫我们怎样的 让我们可以行出神的道 一起说行出神的道就是经历神 很多人要神做事 我告诉你 基本上 你从圣经里面新耶 旧耶不一样 旧耶神做很多事 行很多神迹 因为没有圣灵 降临的意思 但是新耶 都是使徒们 在使徒经传 都是使徒们做事 使徒们来到美门门口 歇腿的 我不能 我没有钱 现在奉拉善的神叫你起来 请问是耶稣祷告还是彼得祷告 看到吗 所以今天一起说我要成为耶稣的同工 所以原来圣经说什么 我们要细心的查看 一起说明白神的话 就说你读圣经要理解 所以为什么牧师要把灵修写给你们 因为怕你们不理解 当然你能够有自己能够理解是好的 但是一定要正切 所以理解过后怎样呢 我们就能够知道 原来我不要听了就忘 意思说我听了不要忘 所以今天牧师在讲到时候要讲得清楚你耐心一点 好不好 跟你说耐心一点 然后当你明白了 听进去了 然后你就怎样一起说实在行出来 就在所行的事上一起说必然得福 得福什么意思 就是经历神 本来你 切法 变富足 有没有经历神 一云姐妹那天说 他在新加坡演那个 贫穷人 他回到家上跟半夜不睡觉 他说那神提醒他 你看你曾经是 作业的 你要养很多孩子 你很贫穷以前 然后现在呢 你很蒙福 孩子们很孝顺 孩子们要给他新车 新屋子 新的电话 iPhone什么什么的 他就觉得 真的 上帝你让我演这样的一个 贫穷变富足的人 是对的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见证人 阿们 所以看到吗 当他经历这样的一个恩 代表什么呢 他就是能够见证神 来说我要在神的话里面得着 代表什么 一起说印证神的话 所以当牧师有这个疾病的征战来的时候 突然间早上出现的 他不是慢慢长出来的 他突然间就长出来了 就是这样 措手不及了 然后呢 我就平信心 神啊 你要来彰显你的医治的大能 你要让你得荣耀 不是我的荣耀 是神你要得荣耀 你看着办 所以我每天就 我的责任是什么 一起说信心的祷告 还有什么 我的责任是什么 好好的等候神 懂吗 代表我实际行出来 我没有说冲动怎样怎样 也不消极 但是就是相信神 而且说我的责任要行出神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注意听啊 看下来了 亚伯拉罕他凭信心把以撒献上 神为他负责 安排了一只羔羊 看到吗 然后夜花以乐就出现了 来一起说我们的信心行动很重要 第二个摩西 摩西面临苦难 前面红海 后面是追兵 他怎样 举起手中的杖 谁告诉他的 一起说神会说话的 神说了他信心举起来 如果神说了他不举起来 没有神迹 所以注意听 神已经应许的 你需要 去 信心行动 圣经说什么 实在行出来 你才会看到神迹随着你 你会看到祝福追着你 你会看到神的丰盛就来了 救恩是不用你去赚起的 但是呢 神的应许必须你去符合他的 看到吗 就像今天你要喝水 这个是机器 有没有 你要放两块钱 然后呢 cococola才会出来的 不然你就像贼一样 打打打打 你就警察做起了 非法的 所以神的话这样讲 一起说我相信神的话 我就这样做 耶稣也是一样 上帝说要讲过耶诞和 哦 上帝啊跟我的老师一样 跟我的师父一样 模式一样 是不是起起脏 不是 来一起说不要把神换在框框里面 神不一定永远是这样做在你身上 神不一定要你永远是这样的方式 对不对 这样像我们热灵子对不对贵连 现在方式跟以前不一样 太多人了 我们没有立向以前方式 对不对 所以感谢神有十多个人来帮忙 这叫做转化 所以呢上帝告诉耶稣 这个耶稣呀 你要脚先踩 不是拿脏去踩 不是 是你们人 先平信心一只脚踩进去 你去看 然后真的他们这样做 有没有 来说神的方法最重要 撒拉法妇人 这个妇人一起说 贫穷要变富足 有一个秘诀 我告诉你没有别的秘诀 你今天可以读最好的书 你可以去做最有钱的工作 但是 如果你要真的是属神里面的祝福 你要真的是属神里面的完整生命的祝福 因为很多人是他赚很多钱 他生命很 没有平安 他赚很多钱 他要还医药费 他赚很多钱 他还保险费 他赚很多钱 他没有享受跟家人的时间 或者是在教会服事的时间 他没有 我讲的是基督徒 那今天如果你要赚钱 也能够蒙福的赚钱 也能够足够有余的赚钱 也能够 成为神国度的祝福的赚钱 成为家人祝福的赚钱 我告诉你 你一定是要对神有信心 所以呢 任何在钱财上的问题 你一定要从这边下手 从这边开始改变 很多的侍奉人员 到现在你还是没给奉献 我告诉你 牧师不一定你的罪 但是你自己亏损 跟你们说你不要活在亏损 懂吗 你信了主第一天你开始奉献 为什么 因为撒拉夫人 他没有钱 没有东西吃了 要饿死了 饥荒的日子 但是怎样呢 在一个神的仆人出现说 你把你仅有的面的油 煮一碗面给我 我没有你要给你 你看有没有很奇怪 你没有神说你奉献 你没有人家说来一起服事 你没有神说你今天要信起来 去服事人 当我很贫穷的时候 属灵贫穷 当我经济很贫穷的时候 神却叫我什么 你去宣教 你去印尼宣教 在早期以前 你参加这团队去学习服事人 我没有胆量 我不敢去医院 你去参加医院传福音 然后呢 我赚钱那时候很少 刚刚做工不久 没有钱没关系 你平信心先给师父奉献 我就是这样的平信心行动 一直平信心行动 同样你也是一样 撒拉夫人平信心给 最后 圣经说什么 不再缺乏 一起说不再缺乏 跟你个别说神要你不再缺乏 所以不管是你需要什么 你平信心先给出来 你就得更多 圣经说什么 施比受更为勇佛 这是神的原则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他让你不再劳苦做工 多少人你很劳苦的做工赚钱 举手 坦白 真的你觉得你很劳苦做工 我问你如果今天你没有做工你可以吗 谁你认为你没有做工可以的举手 贵连你有做工 没有举手 我问你如果真的真的我不讲你了 可能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做工 请问你可以生存吗 所以亲爱的听众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在这方面去信心行动 如果你没有信心行动 把该给的给上来 圣经说十一奉献是夺神的东西 你没有还给神 你欠神的 你偷神的 我觉得你的这一生会一直很劳苦做工 你永远就是打工仔 你会等那几百块几千块 但是可能神要给你几万块 阿雷 可能神要你成为财主 来成为他的国家 那他的国度的祝福 成为家人的祝福 成为职场的祝福 成为雇业的祝福 但是因为你没有在这方面 先忠心 所以真的所有的事奉了一言 如果你在这方面不忠心 可以这样说呢 你会很劳苦做工的 你会很劳苦在金钱上的 你会很优利 我告诉你不一定有钱人就不优利 有些人有钱人还是一样很惧怕没有钱 因为他的钱财是他的主人 当你懂得像撒拉夫人 我的贫穷不再做主人了 我的需要不再是我的需要了 我把他献出去 上帝就给他 阿们 所以跟他们说 神要使你付足过来 为什么 他让你时间来教会服侍神 他让你时间参加宣教 他让你时间可以跟家人团契 他让你时间可以跟家人一起享用美食 有很多人忙到没有家人 忙到没有做该做的事 忙到没有睡觉 忙到没有休息 忙到没有基本的运动 忙到没有属灵的时间 然后最后才来后悔来不及了 阿们 好一起说我们要更多信心行动 最后一个 来我们跳了 好这个最重要 一起说这个最重要 这个是在这么多年来很感谢圣灵 这次给的信息 因为我们很少说我们在完成大使命 是去经历神的一个恩典 所以注意这个才是重点 事情可以先上来 等一下我叫大家站起来的时候 敬拜团就要上来 来一起说真实经历神 要完成大使命 当你信主第一天 我告诉你 可能我们华人拜拜观念任务 我信主那一天 我就是只是要得祝福 成为一个蒙福基督徒 没有错 来一起说神要我蒙福 是让我能够传福音 是让我能够栽培门徒 是让我能够建立教会 建立神的国度 再讲一次 来讲一次 神使我蒙福 使我健康 使我不再被捆绑 使我得胜 使我自由 使我改变 使我全家得救 全家合一 是要使用我 传福音 栽培人 建立教会 建立肢体 建立神的国 这就是我的生命 神让惠文可以做博士老师 他有时间 白天还可以来跟我们派礼包 明白吗 如果他是打工仔 朝九晚五 拜拜 他不能够参加白天的诗给 这个的服饰 神让你们这些姐妹们 弟兄们退休的 或者是兼职做一点工 像一些的义工 我告诉你 神恩待你让你不用劳苦 一直的忙碌 让你有平衡时间 为什么 你为什么 当然你做工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你什么时间都在做工 已经这样的年龄还是在做工 也没有机会可以来 然后装备 服侍神的国 所以原来今天 神会让你 越年长 越有时间 也能够栽培 让你越被神赐福 工作 金钱 人际关系 情感 婚姻 是让你更能够 传福 是让你更能够栽培人 是让你更有生命力去建立别人 我 原本胆怯 没有口才 知识也不是很厉害 我不大喜欢读太多书那种 我喜欢设计 看到吗 我觉得我很软弱 我跟人不大会沟通 我觉得我不大会跟人交际太多 我很难表达自己 然后神就让我来到神的家 那些蒙神建立的人 他们被建立了 他们来建立牧师 教导牧师 影响牧师 然后我就得到了更新 得到了改变 神借着教会建立 神借着牧者领袖建立 神借着小组团企服侍 宣教 还有教会的装备课 还有神秘牧师 PUS牧师读神学 读了这个稻塑毕业 四方帽 我以前读书都没有四方帽 一半途而废 你看到吗 神就这样的不断的建立 改变 突破 更新 医治 让我的身心灵健康 虽然有时候风暴来 神为我挡住风暴 让我可以好好的刚强起来 继续的来服侍 继续来造就 让我可以继续有时间 传福音 让我继续有时间栽培门徒 当然你不要说 哎呀丹南娜牧师 你没有在外面做工吗 我告诉你一件事实 当我没有钱时间 我是在朝九晚五 在工厂打工 跟我哥哥打工的时候 星期一做到星期五 感谢神这五天志 然后告诉你 我每个星期二我拿 三小时的假 我扣薪水 没关系少断一点 然后呢 我去医院传福音 我那个时候没有钱时间 带来 我过后成长了 我在教会做敬拜团 为了领事助唱这些 又领事助唱 又传福音去医院 第三 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参加小组 小组不错了 上学习当中 我过后被提升成为助理 然后过后做组长 然后我在做工的时候 我也是很忙做工 对不对 我要做好家务啊 帮给妈妈妈 我也是要好好的回家 照顾家人 星期一 好好照顾家人 偶尔去跟家人 吃饭也有的 但是呢 我没有因为这样就忽略 我需要被什么 装备 然后神就这样建立我 让我在忙碌的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 我开始懂得去造就别人 我开始成为小组组长 而且在做工当中 我做两个小组的组长 懂吗 我可能不像有些年轻人 可以整天去看戏啦 或者是去卡拉OK 那时候这样啦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当我被装备 无论在神的话 无论在服事 人际关系 团体生活 合一 怎么沟通 怎么交际 所以变成我的人生开始丰富起来 以前我胆怯我躲在这个世界 因为自己很厉害 原来我是这样渺小 看到吗 没有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亲爱 今天弟兄姐妹 神建立了我们 就是让我们可以祝福 看到吗 这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做什么 不是 从你现在每天生活开始 神啊你装备我吧 你赐福我吧 我要经理你 好使我能够完成 你在我生命的大使命 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工作 神赐福你做工赚钱 为什么 那你可以见证神 能够见证 能够养家糊口 对不对 能够造就家人来归向神 也是的 如果你整天没有给家人钱 然后你觉得他会信耶稣吗 他觉得你这个信耶稣 信到这么穷苦 我干嘛信你的耶稣 如果你读书是最后一名 你觉得你的朋友要信耶稣吗 所以神会给你智慧读好书 对不对 就像牧师任您 征战这个疾病征战 神啊你会医治我 因为你要我来继续服事 不然就回天家了 做完工了 对不对 这是很实在的 神你没有给我健康 我怎样去讲话 声音没有怎样讲话 对不对 这是很实在的 所以你可以跟神讲 神啊我要成为福音使者 我要栽培很多人的 我要建立神里的国的 所以你要让我健康 对不对 像瑞琴每次 不舒服 主啊主啊 奉耶稣宣告 脚有力 对不对 他走很多里的路还在整灵山走来走去 跟桂连他们有没有走来走去 为了救灵魂 不是说在家里走啊走啊走啊 或者每天去 浸浸浸浸浸浸 浸到一大堆都没有去照救人 所以从今天开始你无论做什么 你要说神啊是为了完成你在我 生命里面的大使命 懂吗 梦庭信的主 爱的主 跟随主 结老婚 你的先生要好好来爱神 因为你 感谢主 对不对 所以你同样影响他 今天家境在哪里 加班 跟他讲 礼拜天留给耶稣啦 然后跟我拍拖啦 我刚刚放工 阿们 所以很重要的 好不好我们这时候站起来 我们看最后一面 来跟我跳到结语的最后一个 昨天我没有讲到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 对了 一起读 父 父 以父代价 赐下 独身爱之 主耶稣 以父代价 完成救赎 付的心意是 不愿 一人成能 愿意满足 付的心意的儿 你 一生不停止 真实的经历 我再读多一次 你注意听 父以父代价赐下独生爱子 主耶稣以父代价完成救赎 父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成人 愿意满足父心意的儿女 一生不停止真实的精神 你觉得像谁 今天使徒行传所有的第一代门徒 他们是耶稣第一代的门徒 他们绝对知道耶稣付代价 他们眼睁睁看到耶稣上十字架 他们那时候可能都很怕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这么好的人 要为世人这样的受苦受难 被鞭挡 被羞辱 被施光衣服在十架上 他们可能当时候一点都不能够明白 但是呢 当他们 领受到耶稣复活过后的耶稣 他们刚强起来 所以你看到他们真的亲眼看到 耶稣怎么死 然后耶稣复活 他们从此 他们就像耶稣 他们就明白耶稣付代价 为了救我们 为了救世上的罪人 所以他们不管是医服 不管是医生 不管是任何岗位 他们的生命之道 我们无论做什么工 像保罗 虽然是智障盆的 但是我的心智就是要把福音传遍整个的欧洲 这是保罗的托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多年长多年幼 你的祷告要有完成大使命的祷告 你的行动 你的得到了祝福的目的 你说神啊 你赐福我 让我可以去祝福人 一英你应该跟神说 神啊 你赐福我一个好的车 让我可以用车去载很多老人家来热灵团气 如果你敢跟神求祝福 你就要敢跟神说 主啊 是为你而拥有的 是为你而用的 神啊 你给我主想长寿 让我可以继续成为福音使者 所以跪连你会主想长寿 到一百岁 你要吗 健康 健康 还是一样年轻 要吗 骨头强壮 你跟神讲 真的吗 你很开心要活在世界继续活了 但是记住 你所求的要有一个心智 神啊 让我得胜 为了要成为你的见证人 神啊 让我刚强 健康 喜乐 我要成为最喜乐的医生 见证耶稣 凡是被我摸到的病人都要活过来 神啊 给我医治的恩 医生救不了 药质不好的 我 奉耶稣的名 护活 你敢跟神讲吗 当我在1999年被圣灵充满 我跟神说 神啊 让我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成为人的祝福 胆怯 没有口才 没有信心 我自己都搞问题我自己 明白吗 但是从那天我说 神啊 你的心意不愿一人成人 我要成为一个满足你心意的孩子 就这样 一天一天的经历神 被神更新 阿们 所以今天 你要不一样的人生吗 你要不断的经历神的真实吗 你要不断的从荣耀到荣耀 真的是上帝把你带进他最荣耀的国度和旨意吗 我告诉你 像师徽姐妹那天她哭 她说什么 她在成岛说分享 她说当我中学的时候 没有人爱我 但是感谢主 我今天可以起来爱别人 我今天可以起来带领别人 教导别人 我还可以带领小朋友年轻人 我还可以做同工 为什么 神让他经历神的真实 阿们 好不好 今天你渴望吗 多少人你渴望说 神啊 这个是最最多最多没有停止 你一定会经历神 你会看到神的作为 你会看到神把你提升起来 你要看到神加给你一切 让你可以荣耀神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 愿意完成大使命的一个人 所以神的教会 就是可以给你这样的装备 闭上眼睛 这个是神要我呼召的 这昨天没有 多少人你说 我认为你年有年长 当然神肯定会让你经历他 但是神一定会加倍的更多的让这样的人经历他 让这样的人被他提升 让这样的人被他起来成为为神做所不做的 他会让你真的不再一样 就是愿意伟生大使命 当你闭上眼睛 你说你愿意伟生大使命 传福音栽培别人 当然也包括借着你的行业 包括借着你的才干恩赐 你也愿意受装备 成为这样的福音使者 好好来上门徒课 安排 或者是好好的参加这些的聚会祷告会小主 这些都是装备你 你说你要成为一个福音使者 你要做一个完成大使命的医生 完成大使命的学生 完成大使命的工作人士 完成大使命的家庭主妇 完成大使命的税修人士 你真的是要成为这样的人吗 今天我代表神 呼召你 你愿意吗 成为一个完成神托付 完成大使命的一个的生命 你愿意吗 你愿意的这时候 你可以举起你的双手 勇敢的举起来 举高一点 有一些人 你没有举是为什么 我不明白 当然不需要勉强 但是我今天人要鼓励你 神让你健健康康 就是要让你成为他的见证人 你就要完成他的大使命 如果你还有坏习惯 捆绑你 你不要怕 你不用定罪 你不用埋怨 你不用说沮丧 你也不要自卑 你说神啊 我这个卑微犯罪 软弱的生命献给你吧 我既然都自己没有办法得胜我自己的生命 我愿意把生命献给你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甚至包括你说我的身体不健康 你把你的不健康的身体献给神 他会让你健康 好不好 这时候继续你的双手 跟我做一样的祷告 一起说 创造我的天赋 你的心意 我要明白 让我以你的心为心 你创造我 你捐选我 借着独生爱之 付上代价 救赎了我 让我不再是一个罪人 让我可以在你里面不断的得胜 蒙福 刚强赚的 让我的生命 不断的经历你 我的生命愿意献给你 成为你福音的管道 成为耶稣的见证人 完成你的大使命 我要领受这样的恩高 我要领受这样的心智在我里面 我愿意 在我有生之年 借着我的恩赐才干 借着你给我的装备 我要去栽培更多人 我影响我的家人 我影响我的儿女子孙 我影响我所接触的人 你把我放在学校的 放在职场的 放在我的灵舍的 放在这个家族的 放在这个区域的 我愿意 被你使用 完成这个大使命 感谢你 我相信 从今天开始 我会更多经历你 我会越来越健康 我会得胜 我会喜乐 我会蒙赐福 我会作所不作为 居上不居下 我不再缺乏 让我有信心的行动 让我有信心的祷告 让我继续的渴慕你 单纯的渴慕来清静你 让我最重要 我要愿意 我要愿意 为生大使命 我在这里 开口发言祷告 让圣灵就这样的浇灌你 恩告你 我 那 祝你充满充满充满 让你真的 那今天回应呢 从这开始成为福音的使者 不断的经历神 不断的突破得胜 让讲信心 主啊让每个人继续经历你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不好举起你的手 父母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话语 圣灵谢谢你 让今天我们把神的话都存记在心 然后能够结出果子 让每个弟兄姐妹 真的从今天开始知道 我们就是一个完成大使命的身份 不管在工作读书 做家庭主妇退休的 或者在教会任何岗位 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 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岗位 我们就是要完成大使命 为了造就人 为了建立人 为了传扬福音 让我们有身心灵的健康的福分 让我们可以为神多走一礼路 我们相信在接下日子的年尾 我们在来年的圣诞节 都要更多的撒种收割 在所有的四个里面撒种收割 在新的一年我们相信 主啊你让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 同心合意能够兴旺福音 能看到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你就赐给我们 无论我们造的之处 我们的家人当中 职场当中 甚至我们去到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 我们要成为完成你大使命的教会 祝你恩高永乐正所有旗下的弟兄姐妹 无论年与年长 恩高这整领山所有的弟兄姐妹 恩高这整个的家庭山教会 都能够在这个来临的圣诞节 还有新的一年继续的完成 你给我们的大使命 哈利路亚 神你的教会必不缺少圣灵的工作 必不缺少神啊 你让我们经历你 个人要经历 家庭要经历 工作要经历 生命要经历 每一方面都经历你 我们谢谢你 好不好一起说 感谢你 爱我们的天父 感谢你 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感谢你 主圣灵 哈利路亚 荣耀给给他 阿们 好大家请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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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